請看概念四,概念四叫做最簡根式 那這個地方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概念 我們先從下面這個例子來看 假設這邊有兩個正方形 其中一個正方形呢,它的面積是12 好囉,正方形面積12,它的邊長多少 我們之前說過了嘛,正方形面積12邊長 因為要找兩個數字乘起來等於12 注意哦,不是6哦,因為6乘以6是36 所以這個邊長呢,我們把它寫成根號12 這個就是根號12 好,那這時候呢,我們把這個12這個正方形呢 把它切成4塊 每一個呢,都是面積是3的一個小正方形 那現在老師問大家,這個面積3的小正方形 它的邊長多少 正方形面積是3,邊長就叫做根號3 旁邊這個也是根號3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把它合起來之後 這一個正方形的邊長多少呢 兩個根號3加起來叫做2根號3 我們這時候呢,就發現說 其實這兩個正方形面積是12 跟它把它切成4塊 這兩個正方形的面積是一樣的 面積是一樣,就是它一樣大嘛 這個面積是12的,它的邊長叫做根號12 面積,你把它切成4塊 變成4個都是面積3的正方形的時候 它的邊長叫做2根號3 所以呢,這時候我們就知道 面積是12的正方形,邊長是根號12 你把它切4塊之後,邊長叫做2根號3 兩個因為是一樣大的,面積一樣 所以它的邊長就會一樣 也就是說,根號12可以寫成2根號3 根號12跟2根號3是一樣的意思 好囉,這時候我跟大家講 把根號12寫成2根號3 這個就叫做把它劃減 這個2根號3就是根號12的最減跟4 最減跟4 有很多同學說,老師為什麼叫最減跟4呢? 你剛剛只是說劃減嘛 那你怎麼知道是劃到最減呢? 好,我們這邊可以來看一下 首先你先看一下這個12 這個12呢,你把它做短除法子因素分解 你就可以發現這個12裡面呢 它有兩個2跟一個3 那我們之前說過囉 這個根號2乘以根號3 等於根號2乘以3 我們可以這樣寫嘛 那你如果倒過來可以嗎? 我們可以把根號2乘以3拆開 拆開變成根號2乘根號3 也可以,這兩個方向都可以的 所以呢,你這個地方呢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根號2乘以根號2 乘以根號3 那老師問大家 根號2乘以根號2多少? 就是2 那再乘以根號3 就變成2根號3 把這個根號12呢 變成2根號3的這個過程 叫做劃減跟4 這時候你再看一下 這個根號裡面還有沒有兩個一樣的因素呢? 就已經沒有了 就只剩下一個3 那這時候我們說2根號3叫做最減跟4 2根號3叫做根號12的最減跟4 再來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ABC都是正整數 如果A可以分解成A等於B平方乘以C 這什麼意思? 我們再從這個根號12的例子呢 講給大家聽一下會比較清楚 這個根號12我們就知道 這個12呢可以變成根號2乘以2乘以3 那根號2乘以2變成2的2次方乘以3 好,你把根號拆開 變成根號2的2次方乘以根號3 那這個根號2的2次方呢 其實就是2 那2呢再乘以根號3 所以就變成2根號3 就這樣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在講這個 如果呢一個這個A呢 可以把它分解成B平方乘以C 那這樣的話呢 根號A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什麼呢? 寫成根號B平方乘以C 那你把它拆開 就是根號B平方乘以根號C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個B平方呢 根號B平方把它寫成B 那把它寫成這樣的過程 就叫做化減根式 那這時候呢 你看根號 根號裡面只剩下一個C 它沒有一樣的 這時候我們叫做最減根式 請看下面 如果這個C的因素中 沒有大於1的完全平方數 很多同學說 老師什麼叫做沒有大於1的完全平方數 它的意思是說呢 這個C裡面呢 沒有辦法再分 分出兩個一樣 而且這兩個都大於1的一個因素 沒有辦法再分成兩個一樣的因素 分出來 那這時候這個B根號C 就叫做最減根式 最減根式 我們從這個根號12的例子 再跟大家說一下 你看喔 這根號12裡面 根號12是不是最減根式 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把它分成兩個2跟一個3 這個兩個2是一模一樣的 那可以拿到外面來變一個 兩個2拿到根號外面來變一個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說這根號12不是最減根式 但是到了2根號3之後 3能不能再分呢 它只有一個3 所以2根號3 就叫做根號12的最減根式 這個地方 老師再跟大家統整一下 不是最減根式的例子有哪一些 比如說還沒畫減 根號12還沒畫減 根號9也還沒畫減 還有什麼根號4啊 根號8 這些還沒畫減 它不是最減根式 還有呢 就是第二種分母有根號 比如說根號2分是3 這個不是最減根式 還有什麼根號5分之根號7 這個也不是最減根式 還有第三種叫 根號裡面是分數或小數的 根號0.8不是最減根式 根號5分之7也不是最減根式 根號3分之2也不是最減根式 好 這邊都不是最減根式 那你說怎麼樣把根式化成最減根式呢 我們下個影片呢 會好好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影片我們先講到這個地方 第二樣子 按個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